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 烟花少年阵容炸裂 黄景瑜,关小彤携手点燃铁西城的青春火花。 在这个百花盛开的季节里,一部新剧预告即刻点燃了我们对那个纯真年代所有美好想象的剧作烟花少年。 终于揭开了他璀璨夺目的演员阵容序幕。 黄景瑜,关小彤,贾兵,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热度。 是要在荧幕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带我们穿越回那个激情与梦想交织的九十年代东北。 烟花少年是一部浪漫现实主义青春励志年代剧,主演阵容强大,由变质红编剧,张黎指导。 黄景瑜,关小彤,王天辰领衔主演,徐若涵特别主演,此外,尚心欣喜地发现。 烟花少年的主演阵容里还有果敬林,贾兵,赵书贞,诗月灵的身影。 时代朝永向前难掩子弟本色,少年寻陆南北重拾燃情岁月。 烟花少年改编自攀一致的小说子弟。 讲述一段发生在铁锡城的青春故事,在铁锡城度过热血飞扬的少年时代,随着经济转型大潮滚滚而来。 这一代年轻人远走他乡,又顺应内心地召唤重返家乡,谱写情意不变,殊途同归的动人故事。 子弟原著小说的灵魂,在张黎导演的镜头语言下,与编织红编剧的细腻笔触完美融合。 共同编织出《烟花少年》这部浪漫现实主义的青春史诗。 这不仅仅是一部剧。 它是时代的缩影,是每个人心中那份对过往的怀念与致敬。 烟花少年重磅官宣阵容并顺利开机,主演阵容包括黄景瑜、徐若寒、王天辰等。 其他演员还包括果敬林、贾冰、赵书珍、施月灵等人。 黄景瑜作为烟花少年的核心演员。 以正式加盟并投入拍摄,她在剧中扮演重要角色。 该剧以重磅开机,引发粉丝热烈期待。 俊南静女奇剧一城,才华横溢共建铁锡。 烟花少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铁锡城。 聚焦主角们在时代变迁中的成长与回归。 烟花少年阵容官宣引发热议。 黄景瑜饰演的张小满角色也受到赞赏, 她的青春形象为聚集增添了活力,成为观众期待的焦点。 黄景瑜,以她棱角分明的形象和深邃的眼神, 生动刻画了张小满这一角色, 让一个在百家呵护中长大的孤儿。 如何在变革的浪潮中成长为铁锡城的骄傲。 她的每一次笑容,每一次坚持,都如同烟花般绚烂,直击人心。 而观小童,则以言小丹之名,赋予了聚集一份不同寻常的果敢与大访。 她与黄景瑜的对手戏, 无疑是剧情中最引人注目的火花碰撞, 预示着两位青年演员之间将擦出怎样动人的化学反应, 令人翘首以待。 至于喜剧担当假兵的加盟, 则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几分轻松诙谐的色彩。 让观众在感受时代变迁的厚重之余, 也能收获欢笑与温暖。 《烟花少年》不仅是一部关于青春、友情与成长的故事, 更是对一个时代深刻变迁的反思与纪念。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 也思考着何为真正的回归与成长。 欢迎分享你的心声,留下你的答案, 一起期待烟花少年为我们带来的感动与启示吧!